輕鬆的問診方式讓長輩放下緊張 慈濟東區人醫會第一次到台東仁愛之家進行診診 這裡大多是無一老人慢性病多 弱勢家庭及身心障礙者 我們現在用實際的活動就來關心他們身體 今天主要是內科 骨科跟眼科 就是針對他們比較有需要的 慈濟在2018年1月8號動土圓建台東仁愛之家 改善老舊建築 新建大樓 大大提升照護及居住品質 真的對他們來說 他們難得一次要去就醫的話 也不方便 如果醫診來的時候對我們這些老人比較好 醫診為仁愛之家住民及附近民眾 提供近120人次的醫療服務 慈濟長達7年多的關懷 也將持續不斷的陪伴 大愛新聞正上美志工林素月台東報導 把握住實際的活動